我们现在在东京的池袋可以发现到这里有很多的观光客 当然也有看到台湾游客的身影 不过日本最新公布了观光客的消费力 台湾也上榜了 光是前半年统计到日本观光的人数突破了1000万人 其中最多的是韩国旅客 一共有312万8500人到访 台湾位置第二177万600人 第三名则是美国 不过在日本消费最慢力的却是台湾人 4月到6月消费总额一兆2052亿日元 台湾旅客冲上第一名 花了1739亿日元 三个月就在日本贡献384亿台币 再来是美国旅客1733亿日元 第三则是大陆旅客 花了1515亿日元 至于观光客数最多的韩国旅客 消费力部分反而是第四名 买药装 吃的比较多 吃的比较不会看价钱 疫情结束 当然想玩长一点 日本美妆电器类 都是观光客的闭光热点 购物当然占最多 四到六月累计660亿日元 约台币145亿 再来要到当地玩 当然吃住跟交通都会花钱 占据最主要项目 来很多次比较方便 而且比较干净 我觉得 也因为日币的贬值 有有有有 算下来平均每位访日台湾人 花费176801日元 约3.9万台币 好不容易挺过疫情 能出国走走 日币先前贬值 汇率低 离台湾又近 不用长途飞行 日本是不少国人首选 疫后报复性旅游多惊人 从数据上就能看出端倪 TVBS新闻 李延志周又轩 日本策划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也许多说 记得下载TV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